Leyo聊世紀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來看波斯人隊上斯拉夫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波斯人這個文明 波斯人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 一開始這個 食物跟木頭會加50 所以他的木材量會比其他文明 會多50木頭跟50食物 所以創民家一開始會稍微 比較沒有那麼壓力 波斯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波斯工兵 只要研發好銀貫 工兵就不再需要黃金了 但是木頭需要耗費再多一點點 但是他還有三級色跟 沒有沒有三級 二級色 但是也沒有這個 搶弩的關係 所以他工兵用起來會有點尷尬 但是你直接把他搶成毛兵來用就可以了 所以到了後期這個工兵 波斯工兵其實是蠻好用的 波斯後期還是比較主打遊俠的部分 他這個文明蠻特別的 因為通常有遊俠的文明不一定會有駱駝 波斯是同時有遊俠跟縱裝駱駝的一個文明 而且工兵就可以免費 衛兵路線也是三攻三防都有 而且他的TC工作效率也是全球系裡面最快的 所以波斯人也是我比較推薦 新手們去練經濟暴的時候 來練習的一個文明 通常你波斯只要不斷穿3TC 可以正常運作的話 你就可以練好你的經濟暴了 那以後觀眾說 經濟暴並不難 難在要邊暴邊打架 這個我非常認同 因為邊打邊農是非常困難的 連我也覺得困難 不要說我 連這個職業選手都還有可能會斷穿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 你要先把最基礎的事情先練好 就是先把這個TC 3TC運轉這件事情 不斷穿練好 用波斯來練是最好的 你練成功之後 再去思考要怎麼邊打架邊農 邊打架邊農 並不是現在剛練的玩家 去需要思考的事情 你可能到1400分1500分的時候 才需要思考 這個邊打邊農 該怎麼打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對手 沙富人的話最大特色是農田的 運作效率是增加10% 所以他農田採集食物的速度也是非常快速的 那他比較大的特色是這個貴族鐵系 造價便宜 比騎士便宜 而且防禦又比騎士高很多 而且他後期可以打工程器 工程器造價也是非常省 那比較適合配上一些劍兵勇士 因為他的步兵路線呢 可以打這個王家四重 王家四重的話 他還可以讓步兵有擴散效果的傷害 所以後期步兵配投石器 然後再配上一些貴族鐵球 是他最好的打法 但是他沒有火炮 所以比較可惜一點點 好我們就先加速一下 那最近我買了一台電腦 因為我的電腦發現 他的運作效能其實不太好 錄影片來說沒什麼他問題 但是要實況啊 或是播一些其他遊戲的影片 好像會有點lag 所以就一直沒有直播 或是拍其他遊戲的影片 所以最後還是投資一下資源 去買一台新電腦 用頻道之後也會出一些新的影片 也有可能會玩暗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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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拭目以待我的新電腦來吧 那這邊看到 這邊已經點下了 直播技術 接下來升到城堡Style 這邊斯達夫打一個18匹喔 有點偏早 那POSE這邊是19匹喔 算是偏正常一點 不會太差也不會太慢 那兩邊都是看起來要打ROMA路線 喔這邊是要打棒棒嗎 棒棒路線這個時候點一下 這邊你在暗示喔 HART在暗示對手 欸我看到你均勻喔 你真的要按棒棒嗎 這種感覺 這邊又回頭看一下 看會不會有棒棒 欸有棒棒出來 但是沒有插旗 也沒有駐紮 直接走掉了 應該是沒有看到的 這裡補下一個均勻 結果趕快補這個位置 上面這裡也可以 這裡稍微賭一下口會比較好 目前看起來 HART這邊的地圖是比較好一點點 POSE這邊果子在正前方有點難受 好這邊棒棒走過來 這邊要趕快圍 上方四人挖金 早點有挖下 那這邊射箭場補下之後 可以有效對抗這邊 民兵了 這邊弓兵要繼續按 好這邊應該可以射掉對方的單位了 好 但步兵一直在追擊 哇這兩邊的操作真是秀好秀嘛 好絕對不空啦 這個民兵 最後這個民兵沒有做到任何事情了 只有讓對方的手速增加一點而已 好 那補下了農田技術 開始要來轉農了 POSE這邊點下了一擊射 這邊小微圍得還不錯 但損失了一村 這兩隻弓兵可以拿到一村非常賺 哇這邊尷尬了 沒有東西可以防守 但這邊有四隻弓兵直接走過來 POSE可能有點危險喔 好 補下了一擊弓兵鎧 好 終於射掉了這兩隻弓兵 但是拿到一村的優勢 還是非常巨大 但是你們可以很明顯看到 POSE這邊TC運作效率太好了 村民已經默默領先對手了 這就是POSE的OP之處 那我記得他好像黑暗時代 已經沒有這個TC工作效率加成了 好像只到封建時代才會有 所以時代上升級一開始不是太會有問題 但封建時代會比較慢一點 就是升上去比較慢一點 是因為村民暗態度的關係 並不是因為經濟不太好 他反正是經濟是會比對手好一些的 這邊工兵按了蠻多的 POSE這邊工兵也是開局 斯拉夫也是工兵開 但這邊升到城堡賽是斯拉夫人 POSE這邊則是慢了一點點 但是這邊雖然慢一點點 但是村民是領先三村喔 非常多 而且應該是四村才...三村 應該是領先兩村吧 因為他這邊少一村 應該是領先兩村才對 不過以照這個TC 沒有損失村民的情況下 POSE的運作效率是多兩村 而且斯拉夫人還有食物的優勢喔 那個增加量的關係 所以上城堡時代還會多一點點 算是正常 如果其他純命的話 可能還會慢一點點 喔 升時代 所以POSE的運作效率真的蠻重要的 升到城堡時代 這邊效率還在提升到15% 三TC開一下喔 這個村民會爆得非常快速 以上城堡時代 奴賓升級 直接點下 但工兵數量不夠多 這邊可能要守高地防守 這個高地千萬不能下去喔 好 但是這邊升級有點慢 可能要直接退了 用個吉色沒有好 好 這邊轉出一些騎士 看來要稍微走一下騎士路線 兩個馬就讓對方工兵有點害怕 OK 這邊能多回來這些農田就很OK 趕快挖一下挖礦跟開TC 有 有開TC 這裡不直接去挖石頭嗎 這邊POSE有個細節喔 你蓋完TC之後不能去挖石頭 因為你挖石頭很容易會斷存喔 所以你的村民是不夠這些木頭去撒農田 來支持你TC的雙TC弱量運轉 那這邊出騎士會更有這個問題喔 所以我不太確定這邊騎士可能要少斷一點比較好 工兵要多按一些才是正解喔 好 這邊有彈道雪了 哇靠 彈道雪1好尷尬了 20隻 那20隻的話可以直接 集火射掉騎士的 只要兩發集火一次騎士 就可以輕鬆射死了 好 當然這邊可以稍微用TC防守一下 工兵這邊不敢直接進來 補下來的工作團體製造所 這邊把所有的騎士跟奴兵 送到對方家裡 這邊剛好抓到一隻剛出來的生女 直接收掉 好 誰的騎士能接受 好 頭子車趕快按 距離這裡表戰騎士比較好吧 這邊騎士很衰喔 會直接被射光的 建議不要再繼續按了 而且很熔斷村啊 或是經濟太好了 好 村民宿還是有點領先 頭子車看到直接撤退 但這邊的兵也沒有繼續前壓 因為這邊已經開始在圍了 我覺得剛剛這一團應該是要直接進去會比較好 沒有進去有點小傷的感覺 好 第三個TC開在下方 好 這邊看到騎兵 直接往前 頭車也直接走出來了 好 這邊你看直接擊火 但這邊躲掉箭矢 唉唷 這邊躲位 嗚喔 這個頭車差點砸到 好 這邊再來聚集更多的工兵 殺夫走工兵路線 城堡時代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可以讓自己更想升到這個帝王時代 好 第三個TC開在這個位置 波斯3TC運轉效率非常的好 村民宿已經領先到64村 但是還沒點下輪走技術 實質上波斯應該只領先大概3到4村而已 並沒有領先太多村的感覺 應該是剛剛中間有斷村喔 哇 真的 波斯的DC抵戀已經高達3分鐘了 我想說奇怪他怎麼經濟好像沒有很好 照常來說波斯不斷村的話 這個村民應該是領先大概10村左右 這個時間點 那沒有辦法 他出騎士就會有這個結果 因為肉量一定不夠支撐 他要出村民的數量 這邊雙頭車直接繼續前壓 那這邊頭車前壓不確定是不是件好事喔 很有可能會被對方秀 老頭直接倒掉 那放在家裡防守好像也是顯得沒有威力啊 有點顯得太被動了 頭車確實出來走一走會比較好 但這邊讓對方看到只會往回走 可能想要打個心理戰喔 讓他以為真的是要前壓 然後讓對方出更多兵來擋 好這3隻騎士直接硬砍村民 無視被招槍掉的騎士 繼續來減緩對方開農的速度 好頭車直接回到家裡附近 好你看這邊看到 欸想說奇怪他頭車怎麼沒過來 是不是頭車已經回家了 好等一下救贖思想 救贖思想 救贖思想來造一下工程器 結果工程器根本沒來 哇這個波斯有料 知道可能會被招走 哇這裡補下第四個TC 哇這個村民效率已經開始提升起來了 八十二村村民宿直接起飛 打太濃了吧 我打波斯的時候我只會打3TC了 打4TC上到地龍世代時間變得很晚 你看這邊斯拉夫都已經可以點帝王了 波斯這邊二級龍沒有點 有點小小的微妙 這邊這邊是需要更多的村民喔 缺點這個農田的 稍微奶一下血量 點下手推車 結果斯拉夫打得更喔 還沒有先點帝王世代 反正是先點手推車 兩邊應該要進入焦灼狀態 好補下輪軸 好這邊有可以稍微靠森旅去招響一下對方的投車 但是現在視野不夠 不太敢繼續走 因為對方是高地投車的關係喔 很有可能直接一發投爆對方的工兵 還有這些森旅喔 所以這邊選擇撤退喔 可以繼續守這個高地沒問題啊 好自己有高地還是有優勢的 好剪掉這個生物 4TC補在後面 85村上帝王 唉唷 砸到一發了耶 這砸到有點多啊 好那我覺得斯拉夫這邊升帝王 可以其實不用這麼的強勢喔 要一直潛壓對手 升到帝王之後再打算也是一個選擇 哇 噗 這個這一發怎麼砸 再看一下 嗯 直接聚集 嗚 又中 好痛 好 兩隻勝率直接開招 好 招掉兩台 哇 來不及低調 第一台也是招掉 還以為會招掉兩台喔 好 但是工兵直接後面輸出 爆射這一波奇兵 但奇兵二房已經好了 好 拖斯這邊二級射點下 好 看來兩邊都刷打帝王世代偏後期了 好 這一波奇兵進去騷擾喔 但是看到工兵經虧一舊 想要走嗎 但是得罪的方丈還想逃 好 走不了了 後面被毒口 尷尬了 這一波波斯奇兵可能要送光 好 這邊地方直接已經點下 升級好了 好 這邊有細節可以用喔 這邊收村 好 這邊村民可以稍微圍一下 趕快圍 趕快圍 趕快毒口 好 下方這邊村民也是喔 趕快堵起來 哇 真的毒口 直接蓋了三個四級 跑不掉啦 好 斯拉夫升帝王直接升級兵 後面工兵開射 沒意外的話 這一坨騎兵可以順勢的吃掉 哇 波斯這一坨有點送阿 想要進去騷擾 反而沒有什麼 反而都沒有騷擾掉 好 自己損失一堆騎士 灰爛 哇 還遭到血量滿的 後方又有少量的騎兵進來打 這邊波斯送掉自己的騎兵 然後後面再補下更多兵 再繼續前壓 所以反而想要蓋城堡 但直接低掉了 想要再蓋後面一點 這個是為什麼呢 這個位置其實剛剛不錯耶 還可以吃到一點 好 沒關係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斯拉夫補下印刷技術 好 這波城堡能蓋得起來嗎 感覺有點困難 後面擊兵出來防守 攻兵還沒法到前線 那斯拉夫沒有強弩喔 所以待會這個攻兵 永遠就是攻兵了 幾多五個三級色跟化學 好 城堡應該是可以的 擊兵送光可以接受 好 地獄師帶也快要好 那其實地獄師帶速度也是蠻快的 全部躲掉 哇 這個攻兵躲得還不錯 好 波斯點下了波斯攻兵 要來打免錢的罪箱 只需要木頭 好 點下了母子環跟攻兵的鎧匠 好 點下了 斯拉夫攻兵數量還是蠻龐大 這一坨攻兵如果能傷到波斯的經濟的話 是非常好的 那斯拉夫這邊既然要走步兵路線的話 這個王家室 趕快要找個機會頂一下會比較好 不然是出疾病 或者是出這個 劍兵勇士 對他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好 那波斯這邊點下了重裝騎士的升級 還有點下了化學 要來把這個波斯的特性打好打滿 好 現在村民宿來到138村 但是斯拉夫人已經跟上了 所以村民宿並沒有差距太多 這時候攻兵反而很難纏 好 均勻投資機正面開拆 吉兵可能會直接硬上喔 哇 這個硬上了 沒問題 三房還沒有好 直接硬打 投車打個一發 但這坨攻兵讓波斯損失一些村民 哇 好煩好煩 攻兵陣就是這麼的討厭 哇 找到一發大碗的 哇 好腿阿 直接腿哥 好 後面 雖然被受到一點傷害 但這邊也是爆開了 雖然斯拉夫人損失了大量的工兵 但也可以騰出人口 轉出自己的經濟 或是更多的步兵單位 或是騎兵喔 這邊剩下一些輕騎兵的升級 升級的三級鎧甲 螺絲堡了一點下 或是這邊很努力想要把自己的重裝騎士換到一些村民 這裡陰點升旅 OK 相當的關鍵 這裡還有一隻 不射 射後不理啊 直接走掉了 但沒有關係 波斯工兵非常賺 反正免金 就算被換掉一些不會虧 哇 結果斯拉夫這邊損失村民有點多 前面送 後面也跟著送 這裡的村民也是被土了一些 尷尬尷尬 斯拉夫經濟突然被拉下水了 人口數不滿150村 150人口 工兵直接上前開射 距離投資機看起來是三台都要爆了 哇 前線直接沒兵防守 真的是沒兵耶 沒兵 那裡 農庭局被炸開 水兵防守 但正面城堡快來不妙 金冠能夠研發好嗎 還有10秒 取消掉了 哇 王家侍從被迫取消 尷尬 沒王家侍從怎麼打 好 斬出了一些工兵鎧甲還有品種 哇 最終還是被打掉了 哇 現在感覺是波勢的節奏 因為對方一直出疾病的話 這邊出工兵綽綽有餘 工兵打疾病效果還是很好的 而且這邊工兵還不需要黃金 長期換下來 肯定是斯拉夫越換越虧的 這個高地工兵打得好快 很有威力啊 這些疾病直接被吃光 高地工兵實在是太舒服 上方騎兵繼續漏進去 沙拉夫人要擋下不太容易 這邊要打贏一定要大量的肉馬 或是配上大量的貴族鐵型 但是現在貴族鐵型不太可能 城堡都被拆光了 其實點一下螺絲堡類 也只能蓋下一棟城堡而已 可以了 波斯這邊轉出了一弓 通防趕快升上去 波斯還有火砲 想打什麼都可以 火槍也有 這就是萬能的波斯人 波斯不能打步兵路線 其他都可以打 但有擊兵還能接受 這個情況下 他其實也不太需要打步兵了 打渡步兵用弓兵就可以了 火槍也可以 打馬的話還有疾兵可以用 波斯真的是很香的一個文明 雖然自己的肉馬 還沒有升起來 待會還是可以打肉馬 但感覺現在不用打肉馬 直接打游翔 完美 哇有肉馬 喔已經升好了 肉馬還是升好了 OK 肉馬升好之後 就可以跟對方的匈牙利清騎兵做個抵抗 但正面的金礦直接被挖掉 斯拉夫可能會直接斷金 而且這個時候也沒挖完 哇很慘啊 直接被壓在家裡打 哇這一坨工兵還沒有解決掉 一直被射 肉馬也是被射爆 難受了 救救 好這邊直接上來硬戳 工兵直接跑到了城堡裡面 果然大量我馬配疾兵喔 就有效可以counter對方目前波斯的這個搭配 但是家裡的農田經濟已經被受到傷害 後面一直有清 這些重裝騎士在後面鬧 這面的話也沒辦法守住太久的感覺 這棟城堡也拿不太下來 雖然距離投資機拆掉蠻多是很賺的一件事情 但是遊俠一生好 這個戰況可能就不一樣囉 遊俠非常坦 傷害也足夠高 這邊免費的波斯工兵也有再度的走出來 裡面的工兵直接又出了城堡 開始繼續輸出 斯拉夫人這邊打出了絕絕 哇經濟炸開啦 剩88吋了 比87吋還可以再多一點 但沒想到斯拉夫人後期會打成這樣走一點 讓我一想不到 主要還是波斯工兵實在太煩了 數量太多了 就算解掉後面工兵一直補過來 然後後面再補一些大落馬 然後再轉出遊俠來 哇 真的是難壽加難壽 難難壽 南上加難左右為難 好難好難 波斯這邊經濟非常的好 直接來到27000 木頭直接引了大概快要5000木 哇靠 肉類的話輸了一點 因為斯拉夫人本來就農田會運作效率比較好 挺自然的 但金礦上來說是輸了一些 連石頭也是 看起來斯拉夫人問題是沒有點下這個 王家四叢還有這個 劍兵勇士 如果轉出劍兵勇士再配上軟甲 還要搭配一些疾兵 不管是對抗對方的奴兵 還是對方對方的遊翔都算是有一點好處的 因為有軟甲技術的斯拉夫人 有這個王家四叢 直接硬砍這些工兵 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 後期再轉一些奴炮或是頭子車 也是相當好打的 感覺上是主要 剛剛王家四叢取消掉是個關鍵 如果沒取消 再轉出劍兵勇士的話 可能還有機會 我也不確定 感覺上是 決策上出了一點問題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次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